大家好 上星期的港股變化很快 一年的低位 23,600位置一路起步反彈 當然消息面來自中美方面的領導人 今年如下時有機會進行視像會議 使得市場方面的投資氣氛變得比較積極 因為始終有得談的話 市場方面也希望目標有升 但消息面除了中美會談外 美國方面的發財上限 也是共和兩黨的爭拗 相信可以解決 這一點可以消除市場方面的悲觀性 但最重要是下星期的時間 大家留意內地方面的內房企業 在債務上的問題的變化 另外在星期四時也有內地的CPI和PPI的數據公佈 這兩點都會對內地經濟在通脹的壓力升溫的情況下 到底那個變化到底如何 而上星期五時也曾經高見兩萬五千點 但始終短期已經反彈了不少 所以預計下星期 都會在接近兩萬四千三至兩萬五千五附近的區間做上落 而科技股是這次反彈上來的主要功臣 最主要當然是政策面 沒有再有新的條款出現 但上週末也有美團的詳細罰則出現 所以若果現階段反而罰款出現後 我覺得對科技股可能短線震一會兒 但長遠來說大家可能釋懷得到不明朗的因素 所以我覺得若果科技股的整個 sector 在第四季的表現 我覺得可以逐步樂觀 尤其是科技股指數 由在內地方面出大型政策的消息面前 你看到接近六月尾 科指也接近8千二的水平 當然一直反覆下跌 跌到五千多 而上星期五收盤大概是六千二附近 當它收復跌幅一半左右 當它上回七千點附近 當然你追過別科技股可能難跟著一點 若果追一些ETF的產品 或者追回ETF的產品 我覺得都可以考慮 因為始終它們一籃子後方 你就不需要擔心過股的問題 看整個 sector何時做好 在註碼上其實都相當適宜 都是千多至幾千元為之買入單位 所以相對我覺得都適宜一些中長線投放的分注選擇 所以接下來我相信科技股如果有機會震回 最好震回到六千附近 六千至六千一 這些水平大家再吸收會更加好 至少清宵 包括